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盐还可以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这样浸泡三分钟 浸泡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点洗手液 开始揉搓一下毛巾 洗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清水上冲洗一下 洗好之后可以看到真的是和新买的一样 不仅很干净柔软 而且也没有难闻的异味了 还散发着一股香味呢 二鸭清测 今天的妙招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你也赶快去洗洗你家里的毛巾吧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小妙招还不错的话呢 就可以给我们点击下方大拇指 给我们疯狂点赞呦 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好朋友 让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免费又实用的小妙招 欢迎关注我们二鸭小妙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